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新能听懂心跳的人 我叫罗列 一个四处飘荡的游子 此处别愿 我命名为游子格 反正本就是为你准备的 梨梦和醉柳以后就是你的侍女了 你在龙林幻界里筹备这些 就不怕玄龙王在北水国借机声势吗 你终究 还是关心我的 复刀战后 玄龙王元气大伤 已经很久没有插手朝堂之事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 我只是做了我应当做的 今日我的道消息 玄龙王连同猎家抵达了金兰国 怕是图谋不轨 你要多加小心 游子格中的石壁 是由龙石打造而成 你可安心在此修炼 谢谢你 红颜 听说啊 对决的二人是两大门派内的大能啊 这可不得了 喂点什么呢 是涅槃月娣 在晶兰国的拜约议会上是也是了 难助武者修成无露今生的涅槃月娣 要开始了 三日了 自那天夫人离开后 主人就一直闭门不出 我上去看看 我的身体怎么会不受控制 这是气血逆流 主人你怎么样 无妨 都够我强行催动真气 休息片刻就好了 主人 刚收到消息 涅槃月娣的拍卖 进出到了最后 由孔雀氏族和乌云仙到场的两位大能 出甲相当 根据规则 他们要对决一掌 定归属 孔雀氏族 林梦 明白 我和最流 去取玄陵境 乌兄 这两位好强的内力 主人 方才我打探一番 得知右边那位 是孔雀氏族孔轩道宗的后辈 孔梨 左边那位 是乌云仙道场中 还明前舞的乌胜梨 你们觉得 谁的胜算更大 当今圣人之下 道宗有数十位之多 最强 莫过于孔雀道宗孔轩 能与之一战的 乌云仙道宗 名列其一 两者弟子也曾斗争 孔雀氏族 胜多负少 后有说法 乌云克星是孔家 不愧是 红颜安排的人 剑势非同一般 这招是 乌云仙道宗 在破碎进士开创的武技 先留千亿法 原来如此 那块石碑中缺失的部分 恰恰是这种心有众生 通达名车的武道韵味 恭喜主人 心有所悟 承让 甘拜下风 结束了 谁赢了 你晓得 大能出手 果然不同凡响 冰宁姑娘 一旦开始 就不能轻易中断 否则命轮上的符文逆流 会反噬自身 你得考虑清楚 国师放心 我意已决 我将展开命轮构造 并用术法维持 冰宁姑娘 需在旗上撰写术法符文 填满上中下三层 嗯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何 符文篆写不剩 不如应该没错 难不成 是细节上的出入 你的涅槃月滴 已经拍出去了 怎么 百里长老还有交代 你觉得 自己能保住 孔雀迷亡令吗 我长老未免 也做得太过了 就是啊 小王爷 何苦再为自己 多添仇奖 大赛在即 小王爷 不妨去碰碰运气 不夺烈只有战争 把一起 学无贵这生